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一句话以后我就觉得完蛋了 我业绩又这么差我做得很不好 果然就被牛恩中心的主任叫过去了 他叫我说死定他一定要fire我了 结果他叫我去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Christy我跟你讲哦 你知道吗有很多人来跟我们报告关于你 我说我知道因为我票卖得很差 他说no no no 这些金融业的这些老板们他们都说 哇有个很漂亮的东方女生坐在票亭里面 他们好喜欢你哦 因为每天他们吃了休息时间 还有午休时间去看你 可是也有人来跟我们讲说 你学历这么好英文这么好 你为什么我们怎么可以这样 虐待你放一个票亭里 有没有可能让你升你的工作 所以一个多月之后我就被升了 我就升到那个 他们说升到哪里去 他说升到剧场 我说太好了 剧场就是我要的 我一定要在剧场里面 因为我觉得我靠近这个剧场 越近可以达到我的梦想 那我说到剧场的时候 他说不用做什么 你就卖完票之后呢 晚上就到剧场来 那我就说哇 那我一定是美美的 在那边招待大家 对不对 结果不是晚上就下午卖完票 大概六点钟结束之后 七点钟要到剧场 你知道我干嘛 拿手电筹 就是电影里 电院里面的有 戴卫 第几牌 M牌是什么 戴卫 我的话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然后我第一次还穿高跟鞋 穿着裙子 然后他们有那个衣服让我穿 我简直快要跌到楼梯下面 又很黑 我根本看不到 你知道 结果戴卫又待了一阵子之后 又有客人又说 哇 这女生很标志很好 有没有可能 她英文语言能力就想 那你有没有可能再让她做更好的工作 都是客人会建议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你们要坚持在你的领域 不用担心 那我又被升升到画廊去了 画廊去这个工作我就很喜欢 我就做画廊的解说员 所以你知道每天有很多那种 纽约市各大公立的幼稚园 小学 国中 高中 或有一些老人院 老人中心老人来的时候 我就要讲解什么 齐白石 富豹石啊 这些作品啊 跟我们台湾的这些一些玉啊 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工艺啊 我都要解说 所以在那个里面 后来我就慢慢慢慢就升上去了 而且我记得 我的薪水从售票停慢慢往上升之后 我现在想当年 那个当年是1992已经很久以前了 你知道当时的薪水几乎2000美金 而且我还是外面在纽约当地找的 不是台湾拼过去的 薪水都我就觉得就慢慢升 本来是领一个小时可能才几块钱 就是每月或每月 一个月 对对对 可是纽约你要知道纽约的生活费 当然非常非常高 你知道每次领完薪水 买一件外套可能就要 就没有了 你看自己那么高 自己的问题嘛 不是因为让过去吗 所以后来那个工作我也没有做很久 我带也做了带 可能不知道半年多一点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那个小票亭里面 你不用自卑也不用怎么样 他其实是有一个可能性 也会有春天 而且后来我还知道说 有一个男生跟我一起在这个票亭里面卖票 我们两个常常交接 后来回到台湾之后 他逼我先回来 他很喜欢做动画创作 那他在票亭里面可能有观察人生 我也不知道 后来他动画得了金马奖 哦 他还是台湾一个很有 很知名的动画导演 对 所以you never know 谁会跟你在那个票亭里面 对啦 我觉得这个 薪老师讲这个故事 其实没有太理智 因为他长得很漂亮 但是像我们这种 我不是想像是外国人 觉得好看不是我 是外国人 因为 行参考花木兰 就外国人看都觉得特别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像大家工作的时候 会想说这个好累 我怎么牺牲跟家人 什么相处的时间什么 我们当然我们不能讲说 我们多努力什么不是 可是我会发觉有一天 我刚出演艺圈 然后开始工作工作工作 然后常常周围的人跟我说 诶 你怎么那么拼啊 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说 我们有多拼 我们只是有工作做 赶快做啊 做啊 做啊 然后有一天 我突然翻开行事例的时候 然后自己翻翻翻 我发觉我已经 五百多天没有休息了 当然除了过年那一个礼拜 然后我才觉得说 诶 好像我们有点拼哦 可是我一直是说 因为我们在做一件 你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看起来 就你不知不觉 其实好像就很努力了 所以如果我不知道 如果各位能够能够 爱上自己做的工作 我觉得可能是一件 会很幸福的事情 那我现在要补充一个数据 大家听了会很安慰 很高兴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在日本大陆跟马来西亚 常常过去 那其实呢 日本人他大学毕业 出了社会工作 了不起哦 我刚才还特别 double check打国际电话 了不起15万日币 那么15万日币 就是台币大概4万多 可是你要知道 日本的物价是非常高的哦 他们租一个房子小小的 也要五六万块日币 所以他们一样生活的很辛苦 对于这种大学刚毕业住这个社会 那中国大陆就更不用说了 可能一千多块的人民币起跳 那么通常能够一千多块都是在比较大的都市 那物价也是很高 所以呢 我们一直在讨论清平族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台湾 这是整个我们看得到的一些 比较邻近的国家 都是因为你出社会 老板还没看到你的实力嘛 他只看到你的学历 可是如果你是老板 我想你要的是有实力的员工 对不对 所以各位也不用泄气 我觉得我们这一阵子都谈太多副相的 其实这很正常 因为就是要我们磨练实力 那也许几年之后我们就会各自有不同的江山 所以大家还是要很开心很安慰 继续加油 加油 现在谢谢思杰姐 最后这一次我们就有点希望的感觉 好吗 今天再次谢谢四位姐姐 谢谢 亲吻 瑞莎们到晚上十点以后 都不能